但是我覺得我最 最最最最 後悔沒有跟他講的就是 他 他 歡迎收聽帥哥最多Podcast 哇有事嗎我是吳小茂 歡迎葛誠跟沈維年 哈囉大家好我是葛誠 嗨我是沈維年 他們今天是要來宣傳 解憂雜貨店 現在是要以舞台劇 的形式跟大家見面 介紹一下說這戲在演什麼 好麻煩沈維年 哈哈哈哈 故事就是從三個小混混 在一場意外之後躲進了一家 已經廢棄的 雜貨店裡面然後 意外的收到了一封 來自過去的信 然後這封信呢開始改變了他們命運 好所以有三封是嗎 對月亮兔 然後余電音樂人 嗯 這就是迷惘的汪汪 每一封信都有他想要討論的主題 對吧有關於 夢想跟現實的 有關於愛情跟麵包的 我看第一次看沈維年的作品 已經是十幾年前了 有降風 我那時候就覺得這個男生真的是 超帥的 但好像是不是機運差了一點 還是說你本來就比較喜歡舞台劇的演出 我覺得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 我之前可能也會覺得 為什麼我沒有那麼幸運 但是 其實 也已經是很幸運了 可以一開始出來就拍了一部 我自己很喜歡的電影 演藝圈的事情 好像發生的比較快 對 比如說拍電影 或拍影像的東西 其實在現場 很多事情 沒有那麼多時間 讓你好好準備 但是舞台劇比較 舞台劇演員幸福的地方 就是我們有很多時間可以排練 所以對於每一場戲 然後每一個角色 都有很多時間慢慢琢磨 YouTube的聽眾 觀眾 你們可以用1.25 我覺得差不多 對對對 好那我們先跳一下葛城 你需要1.25倍嗎 還是 我很元氣 我講話都會嫌太快 好那你們用0.75倍看喔 好其實你在演藝圈 也有一些掙扎 其實我那時候 一剛進行的時候 我就有設立目標 就是我要先在電視上看到自己 然後再來就是在大螢幕上看到自己 所以我也是從小學就開始喜歡表演了 然後以前我喜歡 那你第一次表演是什麼 那時候 我第一次表演是我們那時候老師 我們學校有一棟樓要拆掉 就找我去演一個叫豬阿花的角色 就是我要戴著假髮 然後就演出一個很爛的情境去 所以那時候我第一次享受到 哇我被全部人認識的感覺 然後那陣子我就經歷了很像 類似輿論的 就是演藝圈那種輿論的感覺 因為走在走廊上大家會說阿花阿花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生氣 我想說男生你叫什麼阿花 然後隔沒多久我開始想 喜歡上那種被人家 被叫阿花的感覺 不是 被注目然後掌聲 享受掌聲 所以我開始做很多演講 或是當司儀 就所有那種能夠要站在人面前的 我都很敢去做表演 然後演著演著就開始想說 那大學學一下自己喜歡的表演藝術好了 然後學了之後才發現 哇我是真的很熱愛這個東西 然後開始把本來喜歡這個 喜歡掌聲這個 動機嗎 或是我的理由 漸漸的轉變成信仰 以前我蠻喜歡林柏弘的 也不能這樣講 現在我也是很喜歡 以前他是一個我的標的 偶像標的 然後我那時候買來書 他書裡面就寫說表演是他的信仰 我就哇這句話好美 但我後來又跟柏弘哥有合作到 所以我就覺得 哇 早餐嗎 早餐前青春試煉就合作到了 對 然後那時候合作的時候 就有一種夢想成真的感覺 跟以前自己小時候的偶像 一起演對手戲 然後 小時候的偶像 我很好奇 可以跟偶像一起拍戲 見到他的那個感覺 一起工作的感覺是什麼 我好像超興奮 然後我就跟經紀人說 不要錢也沒關係 沒有沒辦法 我記得第一次訓練是動作訓練 因為我們在裡面有一些爭執跟打鬥的事 然後一進去的時候他就坐在那邊 我就哇怎麼會有人發光 然後後來開始就是 開始熟悉就是有這樣推擠啊 然後打的時候就 其實比較回到 你要打他嗎 他要揍我然後我要勒他 就我們兩個是亂打扭打成一團 最後親在一起 這個就沒有 但他有強暴我 強暴住我 我覺得你的目標很明確 就是你想要在這一行 發光發熱的目標很明確 而且你想得獎 其實得獎一開始不是 我最想要得到的東西 可是我到大概五六年的時候 我發現我想挑戰更難的東西 但是這個圈子沒有給你這樣的機會 或不會給你這樣的機會去挑戰那些東西 那我觀察到的或者是我自以為的 那幾年我自以為的就是我覺得 好像你有得獎 或是你有一些代表做之後 這些東西突然你都適合了 所以你現在看待這個環境 你聽到他講的 你現在有什麼樣的想法 其實我還是繼續在做我喜歡的事情 到我現在這階段我覺得我有一些 有一些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沒有戲演的時候呢 那我就 看看可不可以跟年輕的演員想要學表演的人 去分享我自己的對表演的理解 今年我也開始我也導了一齣 我自己的第一齣舞台劇 對然後從 完美咪咪喔 對完美咪咪是 就是我之前 我現在在麥斯納工作室 表演工作室 準備要當老師 那麥斯納工作室也找了 美國的老師來教 那這個美國老師自己就寫了一個 關於自己得到乳癌 然後之後 康復的這個過程的一個戲 然後很意外他也找我導 那在導戲的過程當中 其實又對表演有另外一層的理解 這個劇本很好 所以我第一次在看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就感動了 那我那時候就相信說 連我不是女生 我也沒有胸部 我也沒有得過癌症 我看了這劇本我都可以感動 那這個劇本一定可以感動 所有的人 那除了現實之外 你們在竹夢的路上 有跟愛情發生衝突嗎 就是 之前會有女朋友覺得 就是會覺得到了這個年紀 然後現在的這個成就 然後 是不是應該更積極的做一點什麼 對但是演員 有時候要積極 也有點不知道從哪裡積極起 也會因為這樣 然後 在跟另一半相處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自己沒有用 對方有覺得你沒有用嗎 會批評你嗎 就是態度上吧 可能會覺得 你是雙魚座對不對 對我是雙魚座 那你們雙魚座就很愛演可憐啊 我盡量不要這樣子啦 對 但是 我本來想說 是不是到了上升星座可以 可以換一個運氣 結果 上升還是雙魚座 哇 恭喜喔 結果後來我就 我就慢慢接受自己了 因為我有個非常好的男性朋友 是雙魚座 好像喔我的天哪 就是 是不是很煩 就是 雙魚座 對 葛誠什麼座 水瓶 拜拜 哈哈哈哈 跟林柏弘一樣 還要講 我超怕水瓶座 但我上升是獅子啦 我覺得我有越來越像獅子 水瓶座男生真的很難搞欸 水瓶座男生真的很難搞欸 為什麼 是不是不能夠喜歡你先 欸 好像欸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你 他越掌握不到 他會越想掌握 好啦 你今天就先錄到這裡了 拜拜 謝謝大家 所以咧 你在愛情上 在愛情上其實還好 是因為以前交往的對象 都是圈內的 都是跟 就是 都是跟這個 影視產業有關係的 所以 其實能夠互相理解 我剛剛聽你說 其實我有想到 我們這個 解肉雜貨店裡面 其實有一段 魚店音樂人 嗯 其實他就是 很喜歡 做音樂 嗯 但是一直得不到好機會 但是 所以開始會 懷疑自己 是不是應該繼續做這件事情 嗯 那解肉雜貨店裡面有一個很棒的 給出來一個精神就是 其實你真的喜歡做的事情 你就 一直一直努力去做 即使你 現在看不到 好像有什麼成果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 他不會白費 我們剛剛講了 跟夢想有關的 跟愛情有關的 但這個 解肉雜貨店裡面 是不是也有 講到跟親情有關的 這一段其實蠻特別的 因為 在電影版 跟全世界其他的版本裡面 其實都沒有這段故事 他小說裡面原本有 但是只有台灣版的 舞台劇 有把這段故事放進來 因為其實這段故事不太好 不太好改編 對 你有一段家人的故事可以講 對不對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 我很大的養分 在我剛進這一行 大概20 22歲吧 就差不多我進來的第一年 睡醒的時候 昏昏沉沉的時候 我發現我房間怎麼都是煙 然後我就到走廊 整個家裡全部都是白煙 應該是從我爸的房間 就是那個時候 是因為我爸爸中風 他右眼中風 所以他只有右眼的下半部看不到 但其他行為都是正常的 就等於是眼睛失明一半的意思 所以那陣子我們家經歷一段很低潮的時間 所以我爸不能工作了 他就變得很想要躲起來 他原本跟我媽媽一起睡 可是他就自己躲到我們家的第三間客房 然後我一打開 整間房間都是白煙 然後我就看到我爸躺在那邊 然後電視也還在播 燒炭喔 不是 他很喜歡喝酒 他都睡前喝酒 但他想要改掉這個壞習慣 但他只要一改掉他就睡不著 所以醫生也開給他安眠藥 但他那時候就是 他吃了安眠藥 然後就喝了酒 然後回房間他就很自然的就是 抽煙的時候 煙就掉到棉被上 然後就睡著 然後就那個煙蒂就沿著棉被燜燒 就把我爸拉出來 然後我爸也還有 就還有聲音 我就覺得那應該只是 人沒走 然後救護車來的時候 就馬上說病人歐咖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 我知道歐咖什麼 我想說怎麼可能 我說我爸還有聲音 然後他們沒有理我 我就打強心針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送去醫院 然後一陣昏塵之後 我就在醫院外面等 在計程師外面 後來大概隔了半個鐘頭 還有一個鐘頭吧 他們就說我急救無效 然後我就 怎麼一夜醒來我爸就走了 然後我媽媽 我媽年紀又比我爸大 我跟我媽差了整整40歲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媽已經60幾了 62 然後我才22歲 那我只印象中 我那天就覺得說 哇 所以現在我要成為一家之主了嗎 我要我在騎車去辦這些公文的路途中 我就會戴著耳機 然後在安全帽裡面大哭 然後邊騎車邊大哭 然後到了下一個點 我就一樣辦證件啊辦儲物 他拿給我那個儲物證明 就新的身份證 上面他問我要說要留 要留著爸爸的名字嗎 只是旁邊會多一個墨 那感覺很奇怪 你幫自己的一個親人辦了一個 他不存在這世界上了的證明 然後我 那大概有三個月的時間吧 我都是在一種很昏沉 然後我不知道時間是什麼 我只知道我要把這件事情辦完 是只要我爸告別式那一天的時候 我才真的覺得 因為我做了很多事情 我以前我朋友寫了一首歌給我爸 蠻習慣做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要把一個人忘記 或者是我要放掉一段感情 我會喜歡找我跟他的照片 找我跟他的一些相處的證據 就證明我們拍的照片什麼 我把它剪成一個影片 然後做完之後 發到我自己的空間 不管是IG還是什麼 然後作為一個 好 可是為什麼要把它忘記呢 那個 那個比較像是一個放下 我不能再因為這件事情 你要往前走 對我要往前走 一個 對我來說我覺得蠻有用的 就包含我自己對我的前女友 然後 我的阿嬤 或是我之前有一個 燒炭自殺的姐姐 你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很看過了不止一次的生理死別 對 然後在我還很懵懂 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很好是 我學了表演之後 讓我對這件事情 能夠看得更 更開嗎 我覺得應該是更開 就我比較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流念 或者是痛苦 那你在講這一段故事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省略了 就是爸爸過世的 前一個晚上發生的事 對 前一個晚上是 你不是跟他吵架 對 對我跟他吵架 然後 他 他那時候就是跟我講說 我們好像因為狗狗的事情 我們那時候我們家裡養了一隻狗狗 反正就是因為狗狗的事情 我們起衝突 然後很 摔門阿什麼 反正吵得很激烈 但當天那天晚上剛好 我爸 我回家之後 我爸就開我旁邊 然後就跟我道歉 他跟我說好對不起阿姨 我不會這樣 然後他冰箱裡面 講到這個我每次 他冰裡面放了 我很喜歡喝的米漿 跟早餐店那種 就是豆漿店那種漢堡 然後 隔天早上起床之後 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記得我忙晚 然後我到 我回家之後 我忘記了 我忘記要買這個東西 我是打開冰箱的時候 我看到 然後 我看到那杯米漿跟漢堡的時候 我 我不知道我該不該 這是我爸留給我的東西 然後 我不知道我那個心情太奇怪了 該不該喝他 對我喝他 我喝完就沒有了 然後 包含那時候 因為其實我爸 很不喜歡別人幫他慶生 因為他覺得他那一年其實都沒有 幫助到家裡什麼 然後那時候他剛好很奇怪 他走的 他走完的第七天 就是他生日 然後我跟我媽那時候我就說 那我買個蛋糕 買個那個 八十堆寫小蛋糕 然後去那個 幫他慶生 他這次躲不掉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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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 我跟我媽就 我們兩個就很好笑 我們兩個 這樣拍電影 我們兩個就把蛋糕攤開 然後把蛋糕攤上蠟燭 然後電完 我跟我媽就在我爸的照片前面上 那是我第一次幫我爸過生日 關於我爸的事情其實是 我很亂 我覺得我講了很多次 可是我每次講到某些點的時候 我還是會覺得 好希望他看得到我現在的成績 好希望他知道他的 小孩還在努力 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做他支持過我的事情 然後好好照顧媽媽 照顧這個家 可是我每次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氛圍跟狀態允許的話 我就會 比較有感覺 對不起啦 讓你哭哭 我本人需要衛生紙 我覺得當很至親的人離開之後 他 他就是在一個地方看著你 然後你做的那些事情 當你有一天有成就的時候 你可以很榮耀他 我真情指數 沒有哪一本書還是什麼 還是一部電影 他就說什麼 我不一定要出席你的 每一個典禮 還是你的每一個發光的時刻 因為我已經住在你心裡 什麼這種 這樣就好了 那我就繼續努力 好 最後一題 因為 劫油雜貨店跟寫信很有關係 我知道 沈威年 以前會寫卡片 給你的女朋友 如果現在你 讓你寫一封信 你會最想寫的對象是誰 然後我想問葛誠 如果你可以寫一封信給你的父親 你要寫什麼 我父母都現在都還在 都還滿健康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常常在自己幻想 就是他們如果有一天走了 我要在告別式上面 跟他們說什麼 想一想就覺得 好像應該有什麼話 現在就要趕快跟他們說 或是我有時候也會幻想 自己有一天如果得獎了 我要在上面感謝誰這樣 然後 最想感謝的就是我爸媽 所以 但因為生活中太接近了 當面說不出來 突然就是 跟他們講一些很感性的話 我們家其實 雖然說好像感情蠻好 但是也不太會一直說這種 比較內心的感受 但如果 如果真的說要寫一封信 要 要說我比較內心的話的話 我想就是我爸媽 其實我這幾年 每一年還是都會去看我爸 個 就是初一十五那種 就跟我媽媽 就還是會去拜拜 那一年大概四五次有吧 蠻多的耶 就是會去那個 林谷堂那邊看他 然後每一次去的時候 我站在他的那個 前面 對前面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跟他講說 我最近在幹嘛 然後 媽媽身體怎麼樣 然後 我現在哪一部戲要播了 哪一部電影要上了 如果你有機會你要去看 就其實我一直都 所以我來跟他更新我的近況 嗯 然後 以前我還 我爸很常問我說 很常問我說什麼 什麼 你覺得爸爸怎麼樣 然後 我以前都說 還好很彭譜 但是我覺得我最 最最最最 後悔沒有跟他講的就是 他 他 還會生子再來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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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他真的是這個 世界上最棒最棒的爸爸 嗯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解憂雜貨店的演出訊息 解憂雜貨店呢 即將在9月1號到9月17號 在水源劇場 演出 嗯 對 大概是每一個周末的五六日 嗯 然後 禮拜五晚上七點半 禮拜六下午兩點半 晚上七點半 跟禮拜天下午兩點半 嗯 對 然後有非常多的場次 那現在還有那個雙人套票喔 雙人套票 八五九還送你為熱山秋的蘋果酥 今天非常謝謝 沈威年跟葛誠來到我們的節目 謝謝 謝謝 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請在YouTube 還有各大Podcast平台上面追蹤 跟訂閱我們 也可以donate喔 掰掰 掰掰 plant 川普 considerations 像名門 大便